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2号星期二 川普任命了一个新的边境沙皇 汤姆霍曼 负责整个处理边境 他主要的职责 就是一句话 川普宣布 就任命美国前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局长 霍曼作为一个新的边境沙皇 川普保证霍曼将负责 把所有的非法移民全部遣返回原籍国 这是他的主要工作 就是干这个 然后霍曼 他保证对所有的非法移民 零容忍 这哥们 用臭命少数四个字 不知道贴切不贴切 但应该也差不多 这哥们在川普的第一任期的时候 就任了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长 他当时 非常的强硬 作风非常的强硬 2018年4月 在川普任上 他打破了美国一直以来 在非法移民的拘留和驱逐程序中 确保家庭团聚的做法 就是说如果有小孩的话 就不驱逐父母 让小孩跟父母能够在一起 他不是 他把几千名移民儿童和家人分离 就是成年人全部驱逐 如果想留下的话 小孩可以留下 要不然你带孩子一起走 你不走 那里把小孩留下你滚 都变孤儿了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是奥马时期 搞的就所谓梦想生计划 18岁以下的小孩就留在美国 在美国受教育 因为美国也生不是孩子 需要年轻劳动力 觉得他们能够在美国长大 受到美国的教育 然后英语变母女 又有美国的学历 将来能够为美国社会资助贡献 但是这些梦想生 没有给他们一个入籍的一个道路 这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这梦想计划 最后也是个半调子 但不管怎么着 好歹还留下来了 豁马是根本不管大哥 就是整个胡搞 整个都把小孩都变孤儿了 那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 这种的指责和批评 可算的臭名昭著 最终就是说 因为川普那个时候 还是第一个任期 他还想到还有第二个任期 还有想选举 就不想到把中间选民得罪太苦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了2018年6月的时候 川普政府把他叫停了 叫停了之后 当时的伙伴就下台 换了另外一个人 就相对的温和一些 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 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时候 他当时承诺会驱逐300万万亚移民 最后只驱逐150万 就是因为伙伴没有做完 你让他做完的话 可能也就差不多了 你懂意思吗 那么第二个任期 又把这哥们找回来了 那这哥们是干什么 那是怎么回事呢 我已经非常了解 因为他第一任期已经干过了 对不对 可以说是臭名昭著 第二任期回来之后 这哥们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说 说你看你第一个任期 已经这么干了 臭名昭著 那么你第二任期 你有没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就是说不让孩子跟父母分离 他说当然了 我已经想好了 我有一个新的改进法 肯定不会再出现这种人间悲剧 他说那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说我会把那张小孩 和那帮他一块他把轰出去 一起扔狗 一个不留 哥们倒是个 没直接的哥们 后面在公共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讲中 他说 他说我现在给全美国的 几千万非法移民 带一个花 你们现在可以开始收拾行李 准备回家了 我来了之后 我保证我把所有的非法移民家庭 连根拔起 一个不留 小孩也不留 什么都不留 全部滚蛋 谁也别再待着 那有一些这个坊间传言啊 说霍曼被子 与一个名为叫 The United West 团体有密切关系 该团体呢 反穆斯林 而且呢 相信美国和西方文明 正在受到 这个伊斯兰教 还有呢 马克思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的这种冲击 该团体声称 要保护西方文明呢 不受伊斯兰教呢 和共产主义的这种呢 图毒 当然这个呢 是不是真的呢 还不知道 反正反正有传言 他是一个典型的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者 我想我这么说 一点问题应该都没有啊 然后呢 真实的啊 他2020年 霍曼受邀 并且出席了一场 白人民族主义政治会议 这个会议的名称 叫做 美国优先政治行动会议 好吧 那这个哥们儿 其实 我觉得我要说 他是个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 对其他种族和族裔带有 歧视性色彩的一个人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好吧 那汤姆霍嘛 他在这个演讲 他说 他说啊 在没有中国共产党配合之下 不可能有这么多中国走线客 他说你看看 五万七千名 都是在兵役年龄的 十八岁以上 这个 在美国很明年是十八岁以上 三十五岁以下 我记得美国好像是 兵役年龄的中国男青年 偷渡进入美国 他说这不可能 未经中国政府的配合 就有这么多人 在中国这不可能出现 他不太了解中国 他不太了解中国 这个真的没有中国政府的配合 因为如果中国政府配合的话 可能就是五百七十八 五百七万人 实在太少了 完全不需要中国政府配合 他们自发就可以了 但是中国 不是 但是他们这些人就这样 他们可能 我估计这哥们可能连个护照都没有 也没出过美国 但是他们呢 在美国 他们就觉得他们了解中国 你也不知道他了解到底是哪个中国 反正跟我肯定不是一个中国 你知道吗 但是反正他就说 他说所有的这些 中国走线课 可以说都是中国国人 派来的间谍 派来美国的间谍 就是中国政府 允许的中国公共产党 配合他们来进来的 那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呢 说所有的中国留学生 都是中国政府派来的间谍 那后来呢 就是说好像是 所有的中国理工科的留学生 那现在这哥们就说呢 所有的中国 从东方来的这个走线课 全部呢都是中国国人的间谍 就你看这情况 你觉得第二任期 就是川普跟中国的关系能好吗 好不了 好不了 最近天天在念到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没言没了 中国病毒 然后让中国赔钱 就是中国病毒 然后呢 是中国有意散播中国病毒 而且中国呢 收买了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掩盖了中国呢 散播了这个中国病毒 然后呢 再弄了这个宝贝 这宝贝就是所有南方 走线进来的中国的这些 咱不说女性嘛 虽然这些就是兵役 从18岁到35岁这些男性 他认为全部都是中国 政府派来的间谍 第五纵队 就中国中国派来的 就到时候 中国打美国的时候 这帮人理应外合 拿起武器呢 这个 就是你知道吗 组建一个第五纵队 跟中共的理应外合 就这么个情况 然后 我在这里 我真的 我再次要跟就是这些 所谓的走向客要说 赶紧赶紧 往庇护州走 然后 我跟你说啊 就我目前这情况 我个人现在越认为 纽约恐怕都不行了 我觉得你们可能 加州是你们唯一的一个 庇护地了 纽约中央 亚当斯啊 川普上台之后 他哥们干什么 他现在取消了 对这些非法移民的 这个 补助 他应该有是个补助的 现在没有这些补助法 这些没东西吃 会有问题的 这个亚当斯啊 他现在竭尽全力 要把这些法律弄走 不有大量的 他们不说能德州啊 佛州 不是近代的非法移民吗 他们拿大巴车 再送纽约去 然后他现在起诉 大巴车公司 知道吗 说你们送这些 你们怎么着 反正就是要告 大巴车公司 大巴车公司赔钱 但是他的目的 不是把大巴车公司赔钱 他是让大巴车公司呢 害怕 不敢往那儿送 你懂我意思吗 然后他现在在 想尽一切办法 再把这些非法移民 从纽约市 知道吧 驱逐走 然后他现在又停止 给他们补助 因为川普上来之后 你知道吗 川普没上来之前 拜登说他不敢这么做 宣传说他这么做 所以很明显 这个亚当斯 他自己本身 是从警队出来的 所以他是那种 军警部队出来的那种 他跟那种传统的 运动还不太一样 你没有意思吗 所以你要这样的话 我觉得 如果他默许的话 会产生很多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汤姆霍曼这个人 我基本上 我认为汤姆霍曼这个人 我这么说 我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我给我的一种感觉 这哥们是根本就是 他是没有底线的 他甚至是不讲法律的 他在驱逐非法移民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可能会用非法手段 但是很多人说 你这说的不可能 美国是个法治鬼 我现在告诉你 美国既无民主 也无法治 没有这个概念 以前在纽约的时候 我听说过一个小伙伴 他在纽约市 摄像正式庇护 摄像正式庇护之后 当然没拿到塞巴卡 拿了一个上庭的通知 拿到上庭的通知之后 他觉得他没事了 他跟朋友开车出去旅游 自驾游去了一个红州 在当地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他那几个朋友 等于都是有身份的 就他没有 他没有拿到塞巴卡 他觉得他有个上庭通知 拿点通知证明 他在等待上法庭 被抓了 被抓了之后 不许他打电话 因为他是非法移民 不许他打电话 他几个朋友 就给他在纽约的律师打电话 让律师想办法救他 律师就打电话 过去了那边 跟那边说 然后就介绍这个情况 然后那边就说 这样不行 这个不是这样 在我们这不是这样 然后律师说 那这样 那我过去 我来保释他 我飞过去 我飞过去 我保释他 让他朋友保释 那边不接受 你知道吗 不接受 这个律师就说 那这样 当时是星期五了 说我下周一过去 好不好 这一个周末 那边说 那好吧 那下周一来了再说 然后等到星期日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给律师打电话了 说我已经到中国了 星期五晚上 直接送上飞机就送走了 等到星期六晚上 就已经到中国了 星期日打电话 说我已经到中国了 怎么办 你妈也懵逼了 那怎么办 你妈都被送回中国去了 看着怎么办 已经被送回去了 你懂我意思吗 那这个是合法的吗 这个是完全不合法的 但是那个红州 他就这么干了 你懂吗 那么当然了 那么你有没有办法呢 有办法 你可以雇这个律师 去起诉移民局 去诉那个红州的 我不知道 那红州的这是什么部门 我也不知道 去起诉他 那能打赢吗 基本上就 你知道 我们有没有有一个朋友 他这个来美国 签证的时候 填错了一个东西 问话填错了一个 然后被整个拒签了 可能时间之内 不许再重新签美国 他现在在找律师 在想办法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被拒签 拒签之后 应该有一个微博的 但律师没有 那个信誓官 没有给他微博 那这些都是 就是一点小的失误 按理说 从法律上 必须要给一个微博 就是一个贺免 必须要给 按法律上 他这个case 必须要给贺免的 但是就是不给贺免 那么律师 写了律师信过去 要求那边给贺免 一年半了 那边没有回信 什么都没有 你随便 咱也不知道 那边是看到了 还是没看到 还是怎么着 不知道一年半过去了 什么都没有 不理你 根本就不理你 你懂吗 你觉得你找个律师 写了律师信 他写完了 对吧 表你一眼 都藏他书 看你一眼 都藏他书 他连看都不看 你懂吗 然后你觉得你吹牛逼 你能告移民局 是不是 那你这样 你去找个律师 你说我要告他们移民局 那律师高兴坏了 你知道吗 说这样吧 你先拿一百万美元 搁在这 我咱们开始告的了 我给你打个 朝着三年八年 十年的打这官司 你懂意思吗 就是当你去告移民局的时候 当你到移民 反正告移民局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他会告诉你 我现在案件积累如山 你知道吗 过三年之后再说 你知道吗 那你去 他说行 我觉得还不接受 那你等通知吧 一排庭 排你个三年五年 跟玩一样 你今天24年 对不对 十年八年又怎么样 逗着你玩 你知道吗 你就耗吧 耗到你死 最后你还没见到大庭呢 你懂我意思吗 你能活那么长吗 你告他时你就知道 哪有那么容易 哪有那么容易 知道吗 只是从理论上 说美国人民可以告政府 你真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了 哪有那么容易 尤其是告移民局 你知道吗 移民局那东西 国土安全部 移民局 你去告个试试 刚刚你就知道了 是这样子 美国律师这点好 你知道吗 你只要敢给他钱 他就敢给你告 你懂我意思吗 反正你就拿钱来吧 然后每隔多少钱 他跟你说 五千律师费差不多了 他写一封信多少钱 他打了电话多少钱 他开了一个什么会议多少钱 他给你写了一个什么东西多少钱 反正全都要钱 钱钱钱钱 你不断的让你赶钱 每个一段时间 就写一号 叫你打钱 你不打钱 那这个case 他就给你关掉 就结束 你打钱就继续搞 那你问他什么 他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十年八年二十年 你就不断往里面填钱 不断往里面填钱 一直在填 最后也就是 也就是不得了之 你懂我意思 最后就没辙 那你人被送到中国去了 所以呢 这个汤姆霍曼 我估计 就这哥们 我看就这把脸啊 这哥们来了 二话不说 知道吗 我跟你说 这哥们属于什么 就有法律保证 还好一点 要是没有法律 来了 不非亚移民 来了 先把两个腿打折了 再扔上去 为什么 打折完之后 你就回不来了 你就不往里跑了 下次你就记住了 就这宝贝 我跟你说真的 有法律罩着 还好一点 没法律罩 他就能跟那妈 两个腿打折 再扔上去 真的 我不开玩笑 这要是放在当年 就是说还在 美国还蓄奴的时期 他就是去砍脚 去跺脚的 那个宝贝 你知道吗 他就是这么个玩意儿 你知道吗 你千万不要 有任何的幻想 就这么个宝贝 当然现在有美国法律 我估计他 也不是打算腿 但是他又不敢大恶 抓着到贝亚 你没头争手 你不敢再说 你去告我去吧 当然你可以告 当然你说那么多 就告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 欧巴马时期的时候 当时不在 打什么ISIS 当时有一个美军部队的人 在这个 好像是阿富汗 是虚假战场 跟ISIS打的时候 打完之后 他的队友被人打死了 然后他为了卸奋 就是他枪杀 杀了好几个 已经完全投降了的 就是基地组织成权 他就把他们打死了 打死之后被判刑了 判了多少年 我忘了 反正判了不少年 奥巴马是起码被抓了 被判刑了 川普上来 二话不说 直接特撤 川普说奥巴马不要脸 他把这些美军士兵派过去了 然后他们打完人生 奥巴马不到 让他们兜着 川普就直接给他特撤掉了 所以这个汤普后半 现在就这样 只要有总统在背后撑着 他就敢干 先他妈扔出去再说 扔完了 你去告他就 首先你就告不下来 其次告完 川普有可能最后 就是你干的差不多 到最后我零退休之前 给你拿一个 一个后面 全部后面要完事了 而且这种东西 它是一种政府行为 理论的那样 政府行为 你很难起诉某一个人 你懂吗 就是警察有一些失误 你要请他的是 起诉的是警察局 你起诉到某一个警察 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这哥们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不讲道理 不讲法律的 就愣往外扔 抓着就扔 抓着就扔 这个来讲的话 你就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你当地的警察 要能够保护你 能够跟他抗衡 就是我不允许你 这个移民和卡文执法局 到我这来执法 我不允许你这么搞 那这个来讲 我看纽约市都够呛了 我和亚当斯 恐怕没有这个想法 亚当斯现在天天就想 把这张移民 他妈扔出去 你知道吗 如果这个霍曼 带着人去了 纽约市抓人 我和亚当斯很有可能 争一只眼 逼一只眼 不说话 他可能会谴责 我今天不允许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 不跟我打招呼 你们就来了 干这种事情 我绝对反对 我强烈谴责 然后呢 下面他什么也不干 没人管 他就这么干了 他天天就在那 拿嘴嘚嘚嘚嘚嘚 谴责就完了 如果真的能够下令 就下面的州 州一级的这种的警察 地方的警察 去保护 跟他们对峙 你来抓人之后 我啪 警察问你 你把人给我放了 再走 你不去走 出这种情况的话 我估计现在只有加州了 这个纽纯为了四年之后 他能选总统 你知道吗 现在看来只有加州 能够做到这一点 其他的地方 我看纽约市都够呛 雅当斯给我的感觉 非常明显 他也想为两个人轻走 然后他自己 他作为一个民主党的人 他不好动手 不好动手的话 那别人干的话呢 让别人 让别人干脏活累活 背黑锅 他得谴责别人就完了 然后呢 他自己呢 等于呢 还不脏自己的手 有别人提他干了 你知道吗 很有可能是这个可能性 至于纽约州呢 纽约州本来就是红的 我告诉你 纽约州本来就是红 只不过呢 是因为纽约市是蓝的 所以导致纽约州的州长呢 他也是个民主党 但实际上 纽约州本身来讲 95%都是红的 纽约州除了那几个 大的大学之外 其他这全是红的 你打开地图 你看完就知道了 主要是因为纽约市 人口太多 所以导致整个 纽约州纽约市 一起选举吧 知道吗 所以导致纽约州呢 它看起来是一个蓝州 但它实际上是个红州 你真的在纽约州 和纽约市生活过 你就非常明显地感觉到 就是纽约州 这个事实完全不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样子的话 纽约州和纽约市 我觉得都不安全 现在看起来 唯一安全的地方 就是加州了 所以我估计后面 就是说如果实相的话 绝大多数的非法移民 恐怕最后只有一个目的地 就是加州共和国 只能朝加州呢 去这个集中 大量的话 加州跑 没有办法 别在这儿保护不了你 这个霍曼这个人 是个民粹主义的疯子 如果这哥们上来了 我本来我不说 我说川普说 他第一个任期 他要扔出去300万人 对不对 最后扔了150万 他抽到第二任期 要往外扔1100万非法移民 我原先说呢 我说他能驱逐500万就不错了 我看如果真的是这个川普后面 我看这哥们 就这种玩法的话 真的有可能500万 甚至如果1100万不可能的话 800万也有可能 但是我想呢 名声会很难听很难听的 最后 我看这哥们最后下了手之后 恐怕是那种就是不挽不顾的 就是卫生间人一起扔出去 根本就不敢那套 就是撒开野了 反正有总统在后面兜着 有总统在后面撑腰 至于川普呢 反正这是我最后一个任期的 我也根本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的 开干就完事 总统给全部授权 下面只要撒开手 下手够狠 那二话不说 那甚至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什么呢 你都不能到移民局报到 你这怎么弄 因为你来的时候 你可能要身有身份吧 你要调查身份 你要那什么 移民局叫你过去 你说你去还是不去 你懂个意思吗 那到时候他现在移民等着 你来了二话不说 我根本就不让你进屋 给你冲走了 你懂个意思吗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那必须的是什么 就是加州 有警察在移民局镇守 我不允许你这个移民和海外执法局 过来我这执法来 你不许执法 你不许管 不许问 但是如果是宏州呢 宏州如果争一只眼 不争一只眼呢 云民局跟他配合呢 那问题就来了 就你去报到吗 你去报到抓你走 就递解你 你不报到 你身份就黑了 你就没法办了 你懂不懂 你怎么弄 你明白吗 他就他面对这么一个情况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 这个玩愣的 这真的是玩愣的 完全就不讲道理了 知道吗 没有武德 不讲武德 真的是不讲道理 不讲武德 不讲法律 什么都没有底线了 你知道吗 这种搞法 当然了 不是这种搞法的话 是不可能把1100万人 挺出去的 要是这种搞法的话 还有 真的有可能 能把1100万人 美国现在 其实差不多在3000万 资亚移民 当然有人说5000万 我不知道那5000万 那时候怎么来 但我估计3000万 本来就1000多万 拜登这样 就放下2000万 差不多在一起 3000万左右 3000万上下 那3000万里面 扔1100万 都已经 其实不算多了 三个人里面扔一个 你有三分之一的概率 被扔出去 对不对 本来我认为 可能最后就六分之一 扔500万 但是要朝这哥们的话 真有可能1100万 但是咱们看看 看看哥们的效率 好不好 看看哥们的效率 好吧 那么 对于中国的这些走向 然后 昨天还有小伙问我 说能不能 现在走向 哥们 冷静冷静 清醒 好不好 清醒 我现在对于 所有现在还打算 要走向进来了 我觉得你要不先想想 好不好 你知道你知道你到门口 你正好赶上哥们上来 是不是 你能保证两个月之间 你能进来吗 你进来之后 就这哥们这把脸 你好弄吗 你好说吗 他低着玻璃就给扔上去了 你还花了几十万 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辛辛苦苦的 什么穿雨林 是过沼泽的 走过来 然后你刚进来 抓个玻璃 直接给扔回去了 你何必呢 你懂我意思吗 至于中国留学生呢 我觉得我都建议 你再思考思考 如果是这种态度的话 我建议就中国留学生 如果你来学文科 艺术的 可以 如果理工科的话 我建议你不要来 我建议你不要来 当然还得话 如果你学理工科的话 我觉得你去加州吧 加州纽约也许还行 其他红州的 基本上就完了 现在德州佛州 根本不让中国留学生 进那高级别实验室 你知道吗 高级别实验室 不许进 担心你进去偷东西 你说 天天把你当房贼的房 不开玩笑啊 我说真的 你说你来干嘛来 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何必呢 是吧 干点别的不好嘛 有点时间 是吧 而且搞不好 都不能毕业 真的 有好多人 最后毕不了业 你知道吗 而且有一些 直接被招募当美国间谍 他就真的来招募 你要当美国间谍 让你接着继续学 继续怎么着 然后你回去 美国会有间谍组织 跟你联系 如果你不当的话 就转机滚蛋 你看他们这么搞 你受不了吗 你懂我意思吗 你过来之后 你到底是要当美国间谍 还是当双面间谍 你身上要干什么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建议 你要不就再思考思考 不管是走线的 还是中国留学生 甚至有个小伙伴说 可能还想办 其他的美签 美国移民 我觉得都在观察一下 当然有人说 说说说不说了吗 说这留学生 到时候就给身份 你要明白 你要明白 人家可没说中国留学生 人家可能是印度留学生 你懂我意思吗 这里边可没包括 中国留学生 对不对 人家别人来美国 还能买房子 你中国人能来买房子吗 你现在佛桌多多 都不让你买房子 对不对 你拿中国护照 不让你买房子 那你说印度人 怎么可以买呢 你讲到的没道理 我已经告诉你了 正好现在是既无民主 也无法治 懂我意思吗 我不跟你开玩笑 你要想清楚 好吧 一定要想清楚 那么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好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